前两天 佳飞才在金球奖上抢了镜 现在又在访谈节目里搞事情 她在抠熊深夜秀上 向大家解释了颁奖礼上热吻健健 是为了安慰她没有过的影帝 可是这明明是一种普通朋友 随意提一接吻 结果一接吻就一路闪电带火花的 迷之唇爱漫画套路的即逝感 离开了石头姐 小佳飞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就连访谈节目里都会有这种失事的画面了 嗯 感觉还有那么一点小嘰嘎 今天日本女神长泽雅美 正在为自己最新的舞台剧进行排练 据了解这部舞台剧 是百老汇音乐剧小球馆的日本版 长泽雅美在剧中饰演一位性感的歌姬 从现场的排练照片来看 长泽雅美应该是继三谱穿马之后 第二个放飞自我 走上歌剧腰风之路的宝宝 不光腰上挂着羽毛 头上还顶着羽毛 虽然我知道这只是舞台效果 台下又分分钟变回美颜小天使 不求造型多给力 只求大妈快上去 春夏秋冬四季当都在等着你